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現在有一個物體做牽直上泡的運動 它出速是V 當物體達到最大高度的一半的時候 這個時候動能為多少 動能的應該是原來一半 為什麼 因為它能夠達到最大高度的話 最大高度假是H 那麼有以力血能手紅的話 這裡的動能等於這裡的位能 也就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的四樣是等於Mgh 那以力血能手紅 它達到高度的一半的時候 這個時候力血能手紅是這裡的動能 等於這裡的動能 二分之一 Mv 平方 加上這裡的位能 這裡的位能是只有二分之一 Mgh 所以我就曉得這裡的動能 它是問說一半死的動能 那你就說二分之一 Mv 平方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二分之一 Mv 平方 那減到多少呢 二分之一 Mgh 但是Mgh 事實上是等於二分之一 Mv 平方 所以現在就是二分之一 減掉四分之一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四分之三 我看嘛 一半嘛 沒有 這是二分之一 減掉四分之一 不是四分之三 是等於四分之一 這是四分之二 四分之一 Mv 平方 所以這裡的動能 是這裡的動能一半 所以答案是十分之一 Mv 平方 你會嘗試一下 好 Iii 平方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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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平方 感谢观看